嗨,大家好 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巴基斯坦山里面68块钱的豪华民宿 这里被誉为最后的香格里拉 也是宫崎骏电影风之谷的取景地 看到了吗 我这后边就是大雪山 今天天气不太好 前面也是大雪山 开照即是大片 在开始之前 我要去他们的小镇上买一个 牦牛肉回来煮 给大家看一下这里消费有多便宜 Thank you so much 这个村子里面的人也很热情 打了个顺风车不要钱 就到小镇上来买这个牛肉了 Hello sir Do you have yak beef How much 5 kilo 500 500 这个卖肉的老板是忙的很 我问他猫牛肉多钱一公斤 500块钱 也就是人民币20多一点点 在国内听说现在猪肉涨价了 我也不知道多少钱 但是我觉得这个 牦牛肉是非常便宜的 比中国的牛肉便宜 在中国的话 牦牛肉是很贵的 This one kilo 这是我买的一公斤 牦牛肉 这也太多了 全是瘦肉 没有骨头的 Ok thank you boss 拜拜 那个地方就是我刚才买肉的地方 那边就是我的民宿 那边就是我的民宿 现在我回去煮肉了 这个太香了 回家了 今天我要做这道菜呢叫做水煮牛肉 它的精髓就是要保持牛肉的鲜香 首先呢我们要用这个水呢 第一道把这个牛肉的血沫子去掉 然后呢 第二道再是水煮 再加入这个洋葱 去除它的腥味 把这个洋葱的鲜呢熬出来 香喷喷的水煮牛肉出锅了 来吧 开卷了 这是蘸上这个辣椒酱的这个牛肉 嗯 味道你还说别错 在下面呢 有牛 嗯 肉是熟了 没问题 辣椒酱还挺辣的 好吃的 现在呢 咱们牛肉也吃完了 咱们回到正题来介绍这个房间啊 首先这是个阳台 就是我们住的房间的一个阳台 在阳台上面呢 就是有一面雪山 两面雪山 就都是雪山 因为现在光线不好 所以呢 看不到 这房间里边 哈喽 I take the video 嗯 有个茶几两个椅子啊 一个大床和一个小床 可以一家三口住 它的人民批价格是68 目前呢 整个 海萨山谷呢 日接待游客量呢 只能到500到600人 所以说 如果要来这个地方的人呢 一定要抓紧行动了 不然某一天这个地方爆满 房价必定 暴涨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结束了 因为 现在这光线实在没法 录更多房间的细节了 呃 它有一个很大的卫生间 呃 当然在这边呢 是所有的酒店 它都会每天有一个停店的时间 但是我往是往是OK的啊 没有问题的 好了 拜拜 前两天我给大家介绍68块钱的酒店什么样子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 这里最好的最豪华的一个酒店 人民批价格呢 772 这是整个环境啊 这是整个环境的样子 首先我觉得一个好的酒店应该拖鞋是很好的 这个酒店呢 拖鞋我是满意的啊 然后这是洗手间 洗手间的话呢 很干净 我觉得干净是我比较注重的一个标准 这个酒店呢 也是整个汉萨山谷 唯一有冰箱 还有吹风机的酒店 就其他其他酒店的都是没有的啊 这个吹风机还蛮好的 然后这个床呢也也很软哦 还有这个电话机 一个小型的沙发 非常nice 现在我们去吃早餐了 早上走出房间之后呢 就全都是紧 看如人间仙境 世外桃源 Hello Good morning sir 这是整个餐厅的样子啊 这里呢有非常大的全景天窗 天气好的话还能看到对面的雪山 但是呢餐厅没有人 因为现在是旅游淡季啊 它有三种喝的果汁 还有一些garly chicken 这个是纳豆 sala yes bread 面包 然后这是鸡蛋 热食呢就只有这些了 还有他们当地的披萨 还有这边的一个粮食区 面包和一些蘸料 燕麦片啥的 水果呢有香蕉 葡萄 苹果 这是我的早餐一杯果汁 加上当地的小面包和纳豆香蕉 这个酒店是整个轰炸山谷 环境最好的酒店 以及基础配套设施 其他酒店都是没有空调 没有冰箱 没有24小时电热水的 但他们有 包括这个餐厅的环境也好 但是呢 因为这游客比较少 所以餐的比较简陋 我知道我的脸现在很黑 但是没有关系 咱们看这个风景就好了 如果今天出太阳的话 能看到对面的雪山间 我已经用完早餐了 那就是餐厅 然后出来餐厅的样子呢 就是非常的震撼的风景 这真是可以说是最后的香格里拉 也是风之谷 就是那个 宫崎骏的动画 风之谷的取景地啊 听说宫崎骏呢 来到这里呢 就会有灵感 来创作这个电影的画面 可能呢 他当时就住在这个酒店 但是没有说他住在哪里 那边上那个呢 是我的房间 如果这太阳好的话 就可以坐在那个沙发上 然后享受这里的阳光 看上看这个美景 那边呢 也是整个汉萨山谷 最出名的一个景点 就是汉萨王国的王公 曾经呢 有一个西藏的公主呢 嫁到这个地方来了 另外呢 忘了告诉大家 他酒店的manual 就是上面的果汁啊 以及沙拉呀 一些餐点都是非常评价的 对于中国的物价来说 好了 这是汉萨772块钱的酒店 拜拜 嗨 大家好 我依然在巴基斯坦呢 很似啊 就是峰之谷的取景地 上次呢 我介绍了68块钱的酒店 和77块2的酒店 今天我要介绍的是 227块钱的酒店 上次我从68到772呢 是自行车变成了宝马 今天呢 我又变回了摩托车啊 呃 这个房间呢 他首先是采用了汉萨 很当地特色的一种纺织的装饰 以及这个墙的这个装饰也是用泥巴 然后一坨一坨 甩上去的是这个汉萨的一个特色 整个酒店呢 它是有25年的历史了 所以说它所有的装修 以及一些呃 摆件都会比较老旧了啊 可以看到这装饰物呢 都掉漆了 然后该掉的掉了 当然这个酒店没有空调 没有吹风机 然后呢 他也没有一次性的拖鞋 只有这种拖鞋啊 这是他的这个厕所 因为比较老旧的原因 所以给人一种不干净的感觉 包括他这里有浴缸 但是看起来会不太舒服 这是他的衣柜 也是比较老啊 当然因为他是摩托车 没有办法嘛 呃 现在呢 我们去吃早餐了 这家酒店呢 比起我们上一次住的那个772块钱的酒店呢 要简陋很多 他这里没有花样的蘸酱啊 以及果蔬 只有面包 鸡蛋 他整个环境呢 也会简陋很多 毕竟是价格差了好几个档 他的环境上就已经体现出来了 他的整个装修设计是没有风格的 这个酒店呢 一共有两层 但是他比较好的就是24小时不断电 我住的68块钱的那个酒店呢 他会每天只会来5到8个小时的电 看到没有 下面有发电机的声音啊 这里呢 他依然是处在这个横扎半烧硬窑的一个黄金观景的位置 对面就有一个很大的雪山山谷 那边呢有一个观景台 这边呢 有那个拍照的那个台子啊 非常好 呃 当然自行车宝马摩托车它是有区别的 呃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酒店啊 一个很有历史的酒店 OK 拜拜 嗨 大家好 今天呢我还是在巴基斯坦的洪扎 这个最后的香格里拉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超级nice的酒店 建造在这个山崖之上与这个岩石呢完美的贴合 可以看到远处的风景非常的beautiful 这是房间里面的样子 打开窗户呢你就能看到圆生态的食材 它直接与这个食材呢完美的贴合在这个山崖之上 你如果累了之后呢坐在这个地方喝一杯咖啡 看一看远处的山景是非常的nice 这个酒店做工呢是非常的扎实 纯圆生态的这个大理石就是石头啊 它的价格呢是人民币250块钱 这是它的一个厕所 这个厕所的话里面也是岩石啊 但是非常棒的一点就是在外面有非常好看的风景 这个酒店基础设施呢还是不算太好 因为它才修建两年现在还有很少的游客 它的服务跟不上 但是呢这风景绝对是这里最棒最棒的 我要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酒店的一个宝藏地方 就是这里如果你是个冥想爱好者的话 坐在这个地方望向远方 然后来冥想是非常舒适的有微风袭来的感觉啊 另外如果你喜欢热闹呢也可以几个朋友在这里一起比如说玩音乐啊打牌啊玩桌游啊都是非常nice的 特别是这个风景在这里看的真的太nice了这个在很少地方有这样的风景 如果你来到巴基斯坦我是非常非常推荐你来这个酒店的 因为这个酒店的风景是其他地方无可替代的 嗯虽然说服务有点跟不上啊 站在那个地方呢可以拍整个地区的前景 如果你要拍自拍是very good 我刚刚就在那个房间啊250块人民币 好了这个酒店的介绍结束了拜拜